BYEBYE 超大的POPMET 我們看看跟小的相差多遠 超棒的,這個這麼大塊 可以很爽的按 Hello,大家好,我是BYE 話說最近我逛街的時候 看到很多小朋友拿著一塊東西 那是什麼呢? 我走過去問一下小朋友 他們說這個很好玩 可以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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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吧 我就買回來看看 就是這塊 POPMET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中文是什麼 可以說話我聽 這是一個風魔小朋友界的 一個超脈 這個東西是怎樣玩的呢? 有點像拍拍紙 按下去就會拍拍聲給大家聽 我還買了另外一個 這個也很受歡迎 Among Us的造型 這個比較響 我給大家聽 真的這麼好玩嗎? 大家 這麼多位小朋友 很大壓力 為什麼要不停按呢? 好 哇 真的有點上映 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沒什麼特別 但是按一下按一下 又很想繼續按下去 好恐怖 那我上網看到除了這些 是用來按按之外 大家還會用這些來做一個帽子 來做一些 啫喱 朱古力 糖 我這次也會和大家 嘗試用他們來做啫喱 但是 這兩個太小了 完全滿足不了我 所以 我買了一個 這麼大的 電開口 超大的 超大的 我們看看看下一個 跟小的 差多遠 超讚 喔 這個這麼大的 你可以很爽的按 非常爽的 我會這樣 所以我這次會用一塊這麼大塊的產品來做啫喱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七彩顏色 很多顏色的 所以我這次要做一個七彩顏色的啫喱 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有什麼 材料當然要有它們 它們七彩顏色的啫喱粉 還有瑜伽粉 只是這麼多 咦?不如我把這個這麼巨型的材料送給大家 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就記得要按LIKE 訂閱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一個朋友 然後你們在下面留言 我想要這塊這麼大的Potlet 我就抽其中一個觀眾 然後送給你們 好嗎?記得要做完上面的東西 記得要分享給你一個朋友 然後再在下面留言 叫他們留言 那就最好了 因為要做到彩虹的顏色 所以你就要很多顏色的啫喱粉 尤其是藍色 在外國的潮級市場 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第一步要洗乾淨 因為剛才這樣 在都怎樣 一定要洗乾淨 OK 接著拿回這個碗 然後。。。 就把啫喱粉倒出來 耶..... 蠻漂亮的 藍色 還要加少許魚膠粉 因為如果只用啫喱粉 可能不會太軟 撕出來就變爛了 一湯匙再多一半 最後就是加這個 大概250cc的熱水 好像也不用太多 要攪拌好魚膠粉 然後再倒水 否則現在有些小魚膠粉會瀝 這樣好很多 完成了,然後就把魚膠粉倒進 模型那裡 多個小的試一下 首先是紅色 我們跟著順序 GO 糟了,綠色在黃色上 邊邊要填滿些 因為我怕中間的線 會丟開他們 最後我出來 會變成一條一條一條 OK,到大了 嘩,真的超大塊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它不是彩虹顏色 它只有橙、黃、藍、綠 然後深藍、紫 但我們按照我們小的那個 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 一個鎖匙扣的洞 有沒有人會 有沒有人會把這個掛在鎖匙 或者在書包上 會不會大大塊 我決定出壓術先 有這個 柳豆這樣的東西 這樣好像會快一點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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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我怎樣 將它運送到雪櫃 死了 我決定將它移動到一塊板 再運送到雪櫃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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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雪櫃 要用腳開 用腳開 我們就要等兩個小時 我想差不多 OK 大家知道什麼叫一片浪跡嗎 就是這樣 唉 等待啫喱的時候 先收拾一下 應該差不多了 先看看 硬了 OK 拿出去 好 好重 好緊張 來吧 糟了 它好像變成一條一條 分開了 好難撕 哈哈 一次過反了出來 會不會比較容易呢 不如試一下 嘗嘗 好像都 好像都可以了 趕緊 撐出來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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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終於完成了 雖然我覺得是有一點失敗 因為真的 如我開始之前所說 中間這些會斷開 令它現在 是一條條 一條條 很漂亮 變成意粉 現在 綠色 可以很完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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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們馬上試味 整條綠色 來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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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淨味的 嘩 嘩 嘩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 很滿足 這麼大的口感 哈哈 紫色 這個藍色很漂亮 做出來之後很漂亮 但是 不知道會是什麼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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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吃得出什麼味道 藍莓 紅色 紅色和藍色差不多了 嘩 嘩 嘩 好飽啊 原來我已經吃了很多啫喱了 其實這樣每樣一條 另外那兩個小的 我覺得都挺可愛的 這個大家可以做個小的 成功在那些顏色都做出來都挺漂亮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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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會繼續努力慢慢吃下去 我會放回去 雪櫃然後慢慢吃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大家如果家裡都有這個POPLIT的話 就快點拿來試試 像我這樣一起做啫喱 或者做巧克力和糖 像我這樣做這種色彩繽紛的糖 然後和你的朋友分享 和你的家人分享好不好 那這條影片差不多了 喜歡影片的朋友 記得要Like 訂閱 留言 還有分享這條影片 Like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G 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有新影片 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按下方的小鈴鐺 可以在上面立刻通知你們 還有我們是 Facebook 2425晚上8點 準時出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Bye Bye 我看上面的小鈴鐺 放在杯子上 多漂亮